現在是新聞報道 比翠台 各位先生 是在大陸的 但今早有新聞體驗 好… 內電報道 利比亞政府出動戰機 轟炸首都多過地點對付示威者 現在是說利比亞的新聞 AC米蘭的家道素 用頭葬二次助教 被罰停賽四場 立刻不給看 這些就是 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管制 現在只不過是說利比亞的 爭取民主自由 這些新聞 在大陸都不准看 用這些宣傳片來 掩蓋了 原來的新聞報道 在大陸 不想要損失 就加多個盒子裝著 可惜在現實之中 沒有人會提醒你 意外幾時會發生 所以每次出門 都應該買旅遊保險保險 在大陸就是 買之前記得看清楚保障範圍 不知道今天 世界發生什麼大事 尤其是 有關政治 牽涉到 爭取民主 自由 人權 的新聞 就算是 外國的民主運動 都不准看 聽話都聽不清楚 唉 直耳整個溫溫聲 好不舒服 今天在中國大陸 是禁了YouTube 禁了Facebook 所以 今天在大陸 很多新聞資訊 都是不知道的 這是 Jane Steven 拍攝這影片 在 11月11日 謝謝